你有点脸熟悉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再打下去 这船要翻了 来了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还没有跟你说一声谢谢 不用 这报纸 是春来给你的 我想不到 他还保存着这份报纸 他其实一直拿你当兄弟 你风光了 他很开心 我还没想到你 我还没想到你 来 你怎么找到她的 我在香港 打探到她在马六甲 不过她走得并不高明 留了很多尾巴 她还好吗 放心吧 她已经走了 去哪里了 严春莱这个人我向来不喜欢 见她一次 打她一次 不过这回 她拿出了那份报纸 我突然觉得 这个人是条汉子 她的心里有兄弟 所以我给她钱 让她离开马六甲 至于她去哪儿 我不问 而且 我已经帮她断掉了所有的尾巴 所以这一次 真的是谁也找不到她 来呀 我一问最幸运的 就是有你们这帮兄弟 那既然是兄弟 跟我打 来 打什么打呀 我要走了 打完再走 打完再走 哎呀 不打了 喂 哎呀 打完再走 阿四做得很漂亮 没有留尾巴 不会有人找到春莱的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虽然出狱了 但佛山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做着鸳鱼 我要帮他们 我们跟吴白林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找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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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怎么样 永春华 找钱啦 找钱啦 是啊是 我想拜你为师 我告诉你们 我不是永春华 我是找钱华 哎呀您太低调了 给乡亲们耍两手吧 耍两手 我又不是耍猴的 你们要是找钱的找 不找钱的走 陈师傅 陈师傅你收下我们吧 我拜你为师 想出去传送永春 对啊 拜你为师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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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 哎呀 哎呀 叶温啊 哎呀我来吃了 我来吃了 哎 什么味道啊 叶温啊 我听说 你在佛山坐了牢 那你受苦了 哎呀 哎呀 可惜我不通水性 只能等船 如果会的话 我呦呦呦 早过来了 啊 我来介绍一下 叶温啊 我们师徒俩叙叙救 来来来 哎呀 拖儿 师傅这次与你并肩作战 受了不少伤 背呢有点儿疼 来 给师傅捏捏 哎 好舒服 不枉师傅为了你连命都豁出去了 哎呀 坐船坐了这么久 我晕船 我头晕得厉害啊 哼 哼 哼 叶温 来帮我把这捏一下 哎 好舒服好舒服哦 哼 哼 叶温 你跟我说过什么 说不认识良病 哼 哼 哼 真小气啊 哼 叶温啊 你看我就大气 虽然他教过你几招三脚猫的功夫 但是 你只要今后改拜到我的门下 哼 我们师徒俩呢 就真心相待哼 叶温 过来 哎 还是我这里好啊 你过不过来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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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你你 你们先别吵啊 好 现在你胆子变大了 不用跟我了 你去跟他好了 好啊 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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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 叶温 从今往后我的青囊绝技都会传说给你 至于他嘛 就当是一朵云 轻轻的飘来 他又 看着了吧 他又轻轻的远远的飘走了 直到消失 哼 我们走吧 等等 叶温 你不过来没事 师父我自己过来 你我师徒相处这么久 一向融洽 也算佛山一段佳话 我们要保持下去 喂喂 你有点脸休息 别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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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我来佛山呢 是准备常住下来了 还打算开一个武馆 带一个徒弟 好好把永春全传出去 你看可好 好啊 哎 太巧了 你来之前呢 我正跟温儿探讨开办武馆的事呢 作为佛山 作为佛山永春的传人 我也该开馆兽徒了 呸 就凭你 难道凭你 哎 不要打了 本来呢 永春是一门如此博大精深的功夫 发展到如今 你 竟然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得到一点衣补 已经这么惨了 你们还在这儿内斗 再这样下去 我看你们不要再折谁是正宗的永春了 因为没必要 等我们死了以后 永春也没了 还抢什么 做最后一个传人 等死了以后 见到下面的列祖列宗都没有脸面呢 再者 你们也不要抢我这个徒儿 因为你们都教过我功夫 都是我师父 没有你们 就没有现在的我 也还包括 于凤九师父在内 说得好啊 叶文 我最看重你的一点 就是你够直爽 也够智慧 好 说得好 好啊 不过我想开的是武馆 不是单传的概念 而是将永春发扬出去 想学的我们都教 不行 如果单传的话 你们一人只收一个徒弟 怎么够呢 够